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私基金特約股壇事件 我是私基金李浩德 我旁邊是施老闆,邀請先生 施先生,你好 你好 又是時間談談股票 剛剛星期五收市,終於肯動了 市場上升了一點 市場大體上是怎樣看的? 施先生,我這段時間是中間偏好 現在的走勢,前一輪在高位上升落落 但我接下來,大方向陸續好一點 之前提及過幾個大變數 例如減息、中美談判,暫時應該看好一點 減息,市場已經消化了相對多 除非選擇得多於市場日期 7月,暫時應該是減25點 不過,令人覺得差異,香港形勢相當混亂 矛盾激化 民間又撕裂 但在投資市場,不算很明顯 受到負面影響 我自己認為,之前發生的問題 是對香港造成一定的傷害 這些情況,應該在市場上反映出來 不過,可能同一時間 有些其他因素,抵消了反應 不是說沒有反應 本地因素,有些憂慮 但國內情況,或環球資金情況 其實都是不還可以 資金比較寬鬆 寬鬆,他們找投資機會 資產價格上升 我相信是全球化的趨勢 當然,長此下去,對社會是不好 因為錢多了,流日資產市場 哪些人得益 就是司老闆,有資產的人士就得益 擁有資產時,才有資產升值 普羅大眾,如果收入基本上只是消費 就得益不多 分分鐘,有時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還令到自己的負擔上升 不過,這段時間很奇怪 就是,錢增加了很多 升資產,不升物價 所以,他們的衝擊不是很即時 但由於資產價格上升得益 可能是,社會上浮游 整個社會的貧富懸殊 就會更加極端 不滿的人,亦都會增加 亦都造成社會矛盾的因素 西方都有矛盾 有些人爆發得多些 好像法國的黃背心 有些可能一時未爆發 但亦都在醞釀 對社會來說,可能放水不一般 不過,對股市來說 大家應該看得好一點 因為,怕經濟不夠力 放多些水出來 起碼令到有財政困難 企業就輕鬆一點 例如最近內地房地產公司 如果資金不夠,要發債 似乎容易獲得 你聽到,很多債息 發債的利息,都不高 近期,很多內房公司可以發 第一,可以發到 例如去年,第四季或今年年初 都比較差 現在發得到 第二,大部份公司發債的利息率都便宜 四年期的利息,可能現在是五、六厘 最多七厘都做得到 因為之前有消息,對房地產不好 以前,他們透過信託資產工具 去超越銀行系統,去發債 但因為這些信託產品 最近有些人爆煲 政府下了訂單,不准再做 最初人很害怕 房地產公司,沒辦法提出資金 但最近看到的情況,又不一樣 政府不准借,在那邊又送手給他 所以,房地產公司面臨的財政壓力 是少了 所以,私基金,現在都挺看好內房股 順便我們問問,詩先生 你選擇內房最新的形勢 其實,內房股,我自己看 其實是正合 即是,大部份有著色 大部份會吃了一些做不住的 有些小的公司,手頭投資得多 現在可能,因為穩價價 升的機會少一點 如果資金不太多 他會傾向監視 10個鍋,一個蓋就可以了 所以,變成一些大公司 如果有資金或借到錢 他便有機會吃掉那些小的 所以,大家看那些大公司 其實他們每年的銷售量,都不低 現在幾千億了 現在很厲害 現在只剩下幾千億 一間公司,頂整個香港的地產市場 大部份內房股,大約六、七、八千億 香港一年有多少銷售? 香港一年,我相信兩千多億 一間內房公司,已經吃得起香港 詩先生,你在內地做生意經驗 究竟與民企做生意更好? 我喜歡與民企做生意更好 國企,國營企業多多少少,有些漏窄 他們是官 有交代就算 民企有利潤的壓力 動力就足夠 所以一些做得好的民企 其實他們的競爭能力是強一點 管理效益亦高一點 我做生意會與做得好的民企 但國企是穩陣一點 借錢便宜一點 對,他們有優勢 在內地的情況有優勢 但這個純粹我個人喜歡 但表現得好 我自己看,都是個別做得好的民企 可能波動大一點 受得到的,回報亦高一點 回報亦高一點 另一個,投資者選民企 內房股時,會考慮一下 一、二線城市現在做得好一點 還是三、四線好一點 或是甚麼區分做得好一點 師先生,可以分享一下 早五年前,都是一線城市好一點 曾經有一道政府打壓一線 那些錢便去了二、三線 但以後都是三、四線城市做得更好 我看未必 因為那些城市,很多時已經供應過多 即是有些政策配合 可能有些錢流入來沖沖 例如珠山哥,有一些二、三線城市 其實之前很久沒有移動 過去三年,突然升了很多 但我認為很難期望 這些城市永遠都升得這麼快 現在,有些說法 中國政府亦想依賴地產 希望去推動經濟 始終在大陸,民間財富 差不多九成都正在房地產為主 其中一個方法,可能是舊成改造 即使改革開放,前一輪建建的房子 其實有些都相對老化 可能有些政策拆了一些 再建建,便有動力 房地產,政府要穩定 太差,應該不會 對於香港很多投資者,最近大灣區的機遇 是否投資房地產 詩先生,有一點意見給大家 如果從中央政府的態度 不傾向把資金偏向房地產 但地方政府,亦希望 我自己認為,政府有規劃 有基建配合的地方,是一種考慮 另一個穩陣的長線,都是一線城市 深圳,都是最值得看好 深圳的樓間,應該很快遲到香港 有很多分析 不會 我認為,新鎮過去,已經增長得比香港 但看一個地方,樓價升不升 除了看經濟增長,是否快 樓價是一種儲存財富的工具 亦看資金流向哪裏 香港的錢,來自全中國 對投資香港的偏好 我相信,現在仍然高於新鎮 經濟比我們更快 但給錢能力,我們比他們更強 所以我們香港,仍然有重要的角色 仍然是重要的 如果大家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歡迎到以下的網址 如果有問題,亦歡迎留意給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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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